接着呢我们来转换一下焦点来讨论 这两天真的是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新闻 对真的是网路上闹得轰烈烈 没想到一个哥吉拉竟然引来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没错 赶快来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错这个其实呢是有一个女网友 她就在脸书上面发文 她就说啊 其实她自己的妈妈跟亲戚到家里来玩 那其实她的老公有收集公仔的习惯 那她呢就是 她的妈妈就把她算自把她老公的这个哥吉拉 送给亲戚的小孩了 对那其实我老公得知之后就气爆了 她就说啊就是气到说我要跟你离婚这个程度 非常严重 对非常严重 而且呢她还离家出走 老婆还离家出走吗 老公离家出走 然后呢又要提离婚 那老婆知道之后呢 她上网发文想要讨拍 那还一开始还觉得说 她老公是有点闹小孩子脾气这样 就嫌她很幼稚 对那结果呢她老公呢 就是也是觉得说要坚持极见 我不能就是不能放过你 我就是要离婚的感觉 对那后来呢 这个原婆她也更新后续 她就说其实哥吉拉后续已经还回来 但是老公还是不回家 而且呢她还说呢 她要坚持离婚 但是老婆就说啊 如果呢她老公真的要坚持离婚的话 好那可以 那房子要归她 她会补贴500万给老公 没有想到这样的言论 就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哥吉拉帅气的模样 吸引全球各地无数粉丝 台湾就有一对夫妻 为了哥吉拉脑离婚 一名女网友在脸书社团表示 妈妈带着亲戚到家里来玩 看中老公的哥吉拉模型 她就送给亲戚的小孩 没想到老公气到 离家出走扬言离婚 女网友觉得老公又知道 像个小男孩上网讨拍 结果被其他网友骂爆 她这才悬来勒马 把哥吉拉讨回来求老公回家 但她也和老公谈离婚条件 希望把房子给她 他们家会补贴500万给老公 为了合理化这个要求 她还暗示老公耽误她6年的青春 她不年轻了 何况当初没有要聘金 网友听了之后 几乎全站在老公那边 大骂她是情绪勒索大师 根本没有反省 好那现在呢 我们在YT聊天室也开了投票 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件 那个哥吉拉大战的事件看法是什么 包括了有第一个觉得是老婆很白目 对还是就是说你觉得是老公的反应太夸张 或者是干过什么事啊 然后呢或者是如果你也是公仔迷的话 你也可以选这个选项 就是公仔迷不能忍 对想问一下雅益如果是你呢 你是说我如果丢了我的什么东西 我会生气吗 是是是 我的话其实我对物质上面其实还好 有可能狗吧 狗对 我觉得宠物的话 如果你就是没有经过我同一扇子 就拿去医器啊或什么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忍受 对这真的会气炸 对就是可以提分手的那种程度 真的真的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养宠物嘛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经过我同一 把我的手机啊或相机这种丢掉的话 我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 比较值钱一点 因为里面有回忆 对因为那里面的回忆是没有办法买到的 对没错 对大家可以留言下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被丢掉你最没有办法接受 觉得直接可以分手可以离婚这一种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大家也很关心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到底后续怎么样了 对因为这个老公一直不回家 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老公呢其实有说他也知道说他老婆有在网络上po这个文嘛 对 那老婆呢其实后来呢也有传简讯跟他说他真的非常后悔 希望老公呢可以快点回家 事后人妻分享夫妻的对话内容 他是拼命道歉 也有坦言不想离婚 而老公呢也终于回应他 他说你从一开始的占有欲我可以接受我自己常在外面跑 你要定位我也配合 结婚道 任何事情呢我都没有对不起你 你从单纯的占有到霸道都要听你的 我只剩下模型还算我主宰 老公呢一口气大吐口水 并表示呢有人看到他发文说 你觉得能带给你什么 只有被骂吗 我不知道发文的意义在哪里 最后还表示要使在我这 离婚的事情呢他现在还不想谈 就没有再回应了 而任青呢是回不当初 急得提醒老公说要记得吃饭 而且赶紧试好 说他今天呢出去时有经过模型店 里面有好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希望你以后呢还可以带我去看 现在他只希望老公可以快点回家 让一切赶紧落幕 而且呢现在啊连这个 不只是就是大家都在讨论 像连医生也出来讲话了 就是呢有一个江冠宇医师啊 他认为其实这对夫妻真正决裂的原因 不是哥吉拉送人这件事情 对 对他觉得呢这件事情呢 的根本关键呢就是老婆把他们的事情 放到网路上面 江冠宇医师认为网路上很多男女讨论版 喜欢把自己的私事贴上去给大家讨论 真有问题求救 专业的正当管道又不是没有 其实潜意识都是在公审另一半 用这种方式再算账 两个人的观念不同 出事了至少还有亲友可以缓 有资商可以谈 有律师可以介入 状况有调整了 重新开始都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会把两人之间的事情贴到网路上 才是真正走向决裂的一手 江冠宇强调 以后发现对方爱乱写两人之间的冲突 贴上网的 也不用多说赶快快刀斩乱麻吧 这种伴侣千万不能要 会粉身碎骨的 对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因为 这个事情被放到网路上了 然后发酵了 所以呢这个老公才会这么不爽呢 对但是我看到聊天室呢 现在也有人说就是有觉得说 老婆觉得很公主的 对然后也有人提到说老婆就是白目 现在大家通常都是觉得老婆 真的是太过分了啦 对那我刚刚也有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就是他觉得哥吉拉只是一个玩具 他说老婆可以陪你 但是玩具又不能 对这可能那个不是公仔迷的 可能就无法理解了 对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嘛 如果什么东西丢掉 你是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的 觉得这一定就是一定要吵架 一定要离婚之类的 我们今天早上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啊 我们主管呢也就是分享了一个案例 我们觉得非常不错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有一名呢他这个老公可能就说 只要你不要把我丢掉 什么都可以 哇哎这个答案求生欲很强 这真的求生欲太强了 100分的满分答案 对大家可以学起来 男友跟老公都学起来 老婆问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说这句话 对没错 满分到一个不行 你一定会活下来的 对一定会活下来的 对那现在呢不只是医生啊 现在连律师也跳出来讲话了 那呢律师旅求员他就认为啊 其实这件事情啊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钱啊 就是公仔多少钱这样子的事情的问题 而是他背后隐藏的想法 旅求员认为 妻子透过这个事情 是想要展现一种力量 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所以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都很难一笑置之 至于妻子不断跟网友报告 目前进度 旅求员认为 妻子不是想要解决问题 而是想要让人家公审老公 这时候两个人的感情 就很难有机会修复了 旅求员说 离婚绝大多数都不是发生大事 都是因为一连串的不尊重 轻蔑与冷暴力 只是这种东西 往往都很难矩阵 最后导致离婚就是这么难 所以他奉劝网友 夫妻离婚 有赚有赔 结婚前请详阅明法说明书 好 我看到有网友还有说他觉得 他觉得老公是因为很多事情不爱了 这个只是导火线而已 可是是吗 对啊 是吗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 因为这件事真的是 哇 闹得真的是沸沸扬扬 大家都有出来说话嘛 其中有没有看到 这个他是个公仔神人 他就说老婆完全不管我会不会买公仔 不过他只能睡在这个里面了 但是大家如果认真看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 而且非常值钱的一个公仔间耶 对啊 满满满 而且不只是这种小型的公仔 他还有那种跟人一样等比例大的那种 他有躺在这个里面 也是那种大型公仔的箱子上面 这看来真的是很羡慕耶 非常羡慕 他一泡泡出来之后 真的大家都说 我很愿意来跟你睡啊 没关系什么的 现在连公仔迷也出来讲话了 而且呢 还有就是连歌手也出来讲话了 这个呢 是这个最近才刚拿到奖 激取奖最佳作词人的这个熊仔 他呢 就其实他在2009年有一个 就是很火的一首歌 叫做关羽小熊 对 对 那他就把那个歌词给改编了 哇 他其实呢 原唱是什么 他是一只绒毛玩偶 他是绿色的 对 样子是北极熊 应该是怕热的 所以他应该就把它改成 他是一只玩具公仔 他是黑色的 样子是哥吉拉 应该是邪恶的 哇 这个真的是很有声音耶 对 而且呢 他其实把那个歌词里面啊 像什么一些 比较著名像是原本的墾丁 他把它改成就是动漫 很多很多就是热门的地方 的这个秋夜园 是 还有啊 最后呢 他就说什么 他们最后一句话就是 从此他们的婚姻不向爆料公盛 这个很有梗耶 超级厉害的 对我看网友来说 这个今年的那个什么 金曲奖稳了啦 对 真的就是网友就是想说 不愧是这界的这个作 最佳作词人 是 实至名贵 真的真的 那除了歌手之外 哎 还有这个作家 藤井树 他也出来分享他自己的童年经验 他说啊 小时候的时候 妈妈曾经把他的漫画书给丢掉 他气的是整整两年都不跟妈妈说话 他说重要的不是说漫画书到底值多少钱 而是认为没有尊重 藤井树在脸书上有感而发 国小五年级开始存零用钱买漫画书 在高二那年 家里搬家 妈妈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把他90%的漫画书给全部丢掉 剩下的10%没被丢掉 就只是因为妈妈没有发现 而丢掉的理由就是要联考了 看漫画没有前途 之后他就跟妈妈冷战 妈妈还请来算命师 将他的房间大改造 他的开房门后大傻眼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本的位置上 他分了几个地方 藏匿的那仅剩的10%的漫画书又不见了一半 为了这件事是整整两年没有跟妈妈说话 他坦言说花多少钱买漫画书不是重点 而是那些东西 只有他能定义他的价值 其他人统统没有资格 而更重要的是他丝毫没有感觉到被尊重 好真的啊 我会觉得其实妈妈如果就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或是没有问过你就把东西丢掉 这件事真的是很母堂 对啊就像你小时候比如说你的书包 对 妈妈会翻你的书包吗 对会 真的 他会就是莫名其他可能你跟同学传着小纸条 他就会发现了 对这真的是太不尊重了 或者是那种你小时候会抱的那种小辈辈 对有没有没有经过很同意 就是拿去丢掉后拿去洗 这真的会很生气 真的 好不过呢现在呢也有一个导演出来说 他觉得啊这名人妻的反应有点不太正常 他觉得通常你都已经闹到离婚了 你应该是要赶快去求和啊 对你应该去跟老公去讲一些好话 道歉啊等等 没想到这名人妻呢 他是在网路上热烈的回复网友的回应 对那这让他觉得太不正常了 怀疑说有可能是造假文 新生代导演李佑宗指出人妻两个反应很古怪 分别是各种花式的回复 以及各种完整的连续对话截图 不只有在引战的感觉 更违反了网路正常的生态 因为这类的家务事诉诸舆论 只会激怒另一半 把事情越弄越糟 而这次的哥吉拉事件和过去一些日本铁道迷 被老婆丢模型等等的案例很相似 也很容易引起共鸣 这也许才是事实的真相 即使本事件真的是由携手操盘 那真的算是很高干的操作 不过喜剧圈的艺人黄豪平他在脸书直言 这起事件是真是假不重要 大家会疯狂的转发以及讨论 不是因为事件本身有多荒谬 而是大家几乎都经历过一样的事情 那股驱动言上的动力是共鸣 他认为如果这件事能够提点一些父母亲的话 那就是他登上话题排行榜 最大的价值 然后再试鸣一步 好 好 好